日来昏庸 来家老是黑 第九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在中心新春开幕 10月6号开始到14号为期九天 活动有茶展寿 各国茶文化展演 假日还有千人柔茶 千人茶会 千人野餐 以及草地音乐会等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到南投参加 让南投茶产业继续提升 我们世界茶叶博览会 还有七个国家 这个茶叶来这边来展览 让大家来品尝 我想我们这个一年一年比一年的 这个世界茶叶博览会 更精彩更亮丽 我们希望今年 我们茶的销售金额 能够突破六千万 去年是五千万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再增加 突破六千万 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带动我们南投线 这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利用这九天的时间 能够把所有的全国的民众 吸引到南投线来 做旅游 做观光 让我们的观光产业 也能够来继续维持 继续提升 今年茶博会以环保为诉求 现场贩售茶博纪念碑 代替塑胶或者是纸质免洗碑 由于是限量发行 让现场的民众排队购买 除了符合环保概念 也是参加茶博会的一种纪念品 而另外在展场方面 县府这一次也提升了 空调设备以及动线 让游客能够更加舒适 逛展收摊位 也增添了品名与采购的意愿 公里这次有电子 是在灯火楼 我还要抓紧 怕没背就要走出了 如果在这里 有冷气行锤 有电通行锤 可以坐得更多 所以茶喝也更香 为了让我们来品茶 所有的民众 有一个更好的时事环境 所以我们今年都装个冷气 让这些来品尝的这些民众 喜欢喝茶的这些客人 能够在优雅的环境中 让他们慢慢的品尝 也不要太热了 也觉得没有兴趣 今天也非常感谢南岛政府 因为随着每年的一个改变 那今年特别把我们的这些展场 有增色冷气 让我们来的这些贩卖的这些茶笼 还是说来的这些消费者 他们有更好的一个舒适的购买 跟品尝的环境 茶博会开张并有好消息 大陆台商以88万全部买下了 县长特等茶 特等以及头等茶叶 另外二等以及优等 则是由台中民众包下 为茶博会开出了红盘 那么让我们最高兴的 就是我们南岛县长的特等茶 那么我们有一个大陆的台商 一次把所有的县长茶 县长特等茶 通通包办买过去 特等 头等一次收购 一次收购 一个人就给我们买回来 外边的人买买买买买买 所以说这个名声 这个地名堂 已经处理到海外 另外 我们的二等奖 也在我们台中市 有一个好朋友 对我们南岛台湘非常认同 对我们館长在撒 生产履历 在地四张EQ 三个文化非常认同 也看到我们南岛台 所以说一旁这 二等的 和优良的 也一次收购 那总共花多少钱 总共花了一百六十几万 农产业除了产值 最主要的 还是要懂得行销 立法委员马文君感谢县长 举办茶博会 替南投茶打开知名度 如果行销通路打开之后 南投茶产业 将会更蓬勃发展 现在的行销和会计不一样 尤其刚才说到新郎 新郎报约去的 新郎报约去的茶包 我们在新郎报约去 每个人几乎都会 怎么样 让我们这么好品质的茶 尤其让到我们的茶 是很厉害的 可以结合什么样的医疗 我相信外界的这些方便 以来 我们也可以到这些 有更多的可能行销的策略 或者什么样的包装 来用最现代的这些行销科技 把它专门过出去 藉由这个活动 能让全世界人知道 我们南投县的茶叶是非常优质的 大家要知道 喝茶是一个养生之道 喝茶有抗氧化剂 所以只要想要长寿 一定要多喝茶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藉由这一次的茶叶博览会 能够看到我们全世界的人 来到我们南投县 把我们南投县的茶 带到全世界 茶博会除了茶展寿之外 假日期间也都有精彩活动 10月7号有千人茶会 10月10号则是千人揉茶 至于10月13号 将举办马拉桑野餐去 野餐之后的夜晚 还有长龙交响乐表演 活动多元又丰富 厂厂精彩 也建立了茶农 与消费者的互动平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